你知道慈禧怎么过大年初一吗? 每年大年初一的晚上,慈禧太后都会在宫廷里大摆宴席 这场宴席被宫女太监们称作天字第一号研席 这场宴席通常摆在宁寿宫货体和店 根据宫女坛网络的记载 天字第一号研席的规模并不大 实际上只有三桌 表示天地人之意 三张桌子水平排开摆放的饭菜一模一样 老天的那桌摆在最东边大地的那桌摆在最西边 中间则是代表着人的一桌由慈禧太后享用 通过这样的摆设传达出一个信息 慈禧太后是唯一能语 天地兵裂的人物 到了上菜的时候 总管太监李莲英站在宁寿宫货体和店门口 指挥太监们将菜肴从御膳房搬出来 送到三张桌子上 由于御膳房与百宴席的地方有比较长的距离 因此需要许多太监在中间负责传菜 据记载一共有五百名太监传菜 冬天的晚上皇宫里早不早就亮了灯 传菜太监之间没五步就放了一个灯 远远地看去 这支传菜队伍就像一条长长的火龙 场面极为壮观 菜摇摆好后 思善太监叫道 善骑 随后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和龙玉皇后的陪同下 缓缓走出来 等慈禧太后入座后 四名老太监鱼冠而入 向慈禧太后捶手请安 这四名老太监的身份不同寻常 他们都曾侍候过道光皇帝或者咸丰皇帝 平日不当差 只有在大年初一举行天字第一号研习时 才会出来侍候慈禧太后表示正统相承的意思 宫女太监将这四名老太监称为四大金刚 将五百名传菜太监称为五百罗汉 加起来就叫四金刚五百罗汉伺候西天太后 老佛爷欢宴摇迟 那么天字第一号研习都有哪些菜肴呢 大致有三类菜肴 一是寿比南山吉祥如意之类应景的吉祥菜 二是御膳房按照节日膳谱做的例菜 三是熊掌路蒲龙虾酒蟹等供品菜 最特别的是最后一道菜 就是我们初一必吃的饺子 当然慈禧太后一个人哪里吃得了这么多菜肴 当慈禧太后用满膳后 让李莲英挑几样好菜上次给四名老太监 剩余的菜肴全部分给太监了 至此天字第一号研习宣告结束